三个功能,第一个就是说,因为这个地方只有三个 那三个部分,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挑出来的话 那你就变成说你要复制它之后慢慢挑 可是如果你不用慢慢挑一个最简单的功能 就是你第一个先新增一个工作表 叫简易报表,我们针对产品做一些简易分析 那你可以怎么样,把产品名称复制一下 再来的话贴到哪里,贴到新增工作表的A栏 把它贴上,贴上之后的话呢 它会出现很多的紧开头的讯息 REF是reference,就是参考错误 意思就是它里面都是公式 那公式的话,如果说你直接贴上会错怎么办 旁边有个智慧标签,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贴上里面只有值,值的话就1234 123这个,有没有123这个 意思就是说里面的值分我带过来就好了 这样的话我第一个就把资料全部带过来 但是里面我只需要留下不重复的结果 就是可能是大跟大手机有线无线电话等等的 那我要怎么把它快速移除,很简单 资料里面有一个功能,叫移除重复 移除重复功能 这边的话,资料里面的移除重复 但是跟各位讲一下,如果你用的版本是2003的话 很抱歉,没有这个功能 没有这个功能,那怎么办 可能要想其他方法 所以版本可能会有个问题 移除重复 然后呢,它会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边上面有没有标题 诶,资料有没有标题 有标题嘛,产品名称,所以把它打勾 OK,第二个的话呢 他就帮你把这里面的资料有重复的通通删除 所以留下来的只会有三个产品 OK,然后跟你讲说,帮你移除掉16个 然后保留三个 OK,这样的话就移除重复,按确定 好,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那我们要统计什么呢 统计那个比数,到底有几比 所以这边的话,我自己打一个比数 那这个比数部分的话,就我刚刚提的 我这个东西 要前面帮我算一下有几个 那算完之后,帮我累加,告诉我结果 可是问题啊,你不是这样,你用算的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能要多学一个 所谓的那个 就是插入函数啦 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利用那个 类别里面,请你找到统计 是统计里面的 因为我要统计嘛 统计里面的话,往下找C开头 叫conif conif conif是算几个啦 conif算几个 但是我是有条件的conif 所以叫conif 所以点一下conif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conif 所以在统计里面,帮我找一下这个conif这个函数 那他会跳出两个问题问你 所以第一个问题的话呢 他问说 请问一下 arange 反正以后你看到array或range 就是范围的意思啦 array 刚刚有个table array keyword 以后你要给他记一下 反正那都是差不多的关键字啦 所以你以后慢慢就是习惯那个keyword arrange也是个范围 那范围 顾名思义嘛 就是说你要去找哪个范围 第二个问题是说criteria criteria其实是条件 条件意思说你要找什么 ok 那其实就是某一个值啦 那理论上应该可以猜 应该可以猜得出大概吧 第一个criteria就是找什么 找前面这个东西 大哥大手机 对不对 criteria 给他你帮我找这个东西 那上面这个去哪边找 range的话 意思就是去前面这个工作表 所以呢 这边的话呢 range可能要跨工作表 所以切到前面这个范围 产品名称 然后呢 再选取什么 选取这个范围 大哥大手机一直往下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好 选完之后的话呢 我建议你再切到criteria这边第二个 所以一是前面这个范围 二的话呢 是这个前面这个大哥大手机 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你会发现 他就是在里面帮你找到找到找到 找到就帮你加一个加一个 那你可以看到 再来就是说那个 这个函数里面呢 他会显示在旁边 最后如果结果出现7的话 那恭喜你 你的公司应该是没有错了 如果说假设啦 你如果预览一下 发现奇怪 怎么好像有错误的话 那你就不要按确定 你可能要再检查一下 你给他的资料是不是有错误 如果没有错误呢 结果应该会出现 然后马上确定之后 看一下对不对 不过这边也是一样 待会我要向下填满 所以向下填满的话 通讯产品这个范围 上面这个范围不能动 所以选取按F4 跟刚刚一样 因为我等一下向下拉 那个 那个查的范围不能动 但是查的产品要动 大哥大换下一个有限无限 所以下面这个不要锁 如果你锁住的话 永远都是只有查大哥大手机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再来我们讲 向下填满 这样就查完了 OK 那另外说明一下 其实呢 刚刚也是一样 如果说 count if 这边 假如这一个范围呢 如果你希望怎么样 像刚刚一样 vero函数不是也是用名称吗 那其实这边可不可以 也可以哦 而且你会发现 会让那个名称 就是让这边公式更精简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那个什么 工作表名称 金探号 然后再加范围 可是如果你定义好一个名称的话 我们也许改成名称的话 就是把这一个范围先选起来 然后给他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叫什么呢 产品名称就打在这里 所以这边的话就输入什么 产品名称 Enter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输入 应该是打在 等一下再一次哦 打在这里 然后产品名称输入里 记得按Enter 产品名称 Enter 记得若新注音 还要多一个Enter Enter 好 那这个范围叫产品名称之后 你再切到那个 这边conive这边 你就是直接怎么样 再插入一次 然后把这个Delete掉 按F3 它就多一个产品名称 然后以后的话 conive产品名称里面 一样的结果 只是说呢 它的好处是按确定之后 上面的公式 我觉得看起来会比较清爽 不会有一些什么 又是工作表名称 然后又是范围 然后范围要再掐钱的符号 光看就觉得舒服许多 OK 不过这个我觉得没有绝对啦 当然你说个人实用啦 但是我是蛮推荐你 用那个名称去处理范围的问题 真的会让你的工作感觉就是 看起来就是舒服啦 OK 就这样子 至于有人就觉得不一定啦 不过这个东西其实就见仁见智 但是我觉得我喜欢的方法就是这样子 尽量让你的工作里面 不要有很多混乱的东西 不然的话你下一次回头看 这什么东西啊 你还想半天自己都忘记这什么东西 尤其范围那么多谁知道 但是如果你用名称 你自己定义过的总会有印象 另外如果说那个名称太多的话 你要管理还有一个方法 可能你要多学一个就是 公式里面哦 如果以后你名称一堆 你说老师我那个名称定义错了 或者是我可能搞不清楚我多少名称的话 你可以再到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直接去点它一下 这边就出现了 那上面就是名称 下面这个就是它对定的范围 所以如果你要修改或者你要删除 都可以从所谓的名称管理员里面去做管理 这样的话呢 你以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名称 然后你就管理它 那你假设啦 将来你要去找某个资料 你就从这边下手就好了 如果人家给你的档案都是名称 那我就先看一下 你有哪些名称在哪个地方 然后我再去看你的资料有没有错误 其实这样会比较简单 有点像把椅子友当资料库来使用 OK 那这部分的话呢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底下还有两个栏位 那两个栏位呢 我希望帮我算那个它的销单位台跟销售额 所以把这两个栏位Ctrl C一下 然后贴到那个产品名称的这个C1的地方 就这两个 然后最好是可以把这个再稍微变漂亮一点 因为上面好像跟下面不统一 把这两个的格式复制到前面 那复制格式应该会把常用里面有一个刷子 把这个刷子刷一下 然后把它刷前面一下 它就统一了 另外底下的格线也加一下 也去选它一下 然后格线的话 就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格线在上方有一个叫框线的地方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把它改成全部都有框线的话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按一下这个按钮的所有框线就好了 然后它就帮我加个框线嘛 让它感觉好像有的有框线 有的没框线看起来不统一 所有框线 这样子的话 就至少有一个样子出现了 OK 那只是说 后面呢 台数 跟那个销售的金额 帮我累加一下 这个地方呢 要怎么做 OK 那也许可以先想想看 当然 不是叫你图法链钢慢慢算 这个图法链钢的话 永远做不完 就是把什么 把前面这个 的台数 大概大的先加 再加 再加 所以这边的话呢 其实是加总 但是是有条件的 所以 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什么 sumif的函数 所以插入函数里面 你可以使用一个函数 但是sumif不是在统计类里面 它是在数学类里面 数学与三角里面 所以找到那个 数学里面的sumif 数学与三角里面的sumif 这个请各位先试试做看看好了 如果可以的话 看有没有办法把它做出来 那这个待会来看 先试试看 conif先完成吧 那我刚刚主要又多增加了 就是把 这个单位跟台 把它从前面复制过来 把前面的格式 复制 用复制格式刷一下 然后加一下框线 待会再来看这两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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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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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